欣子丹探教小朋友 難過拍戲 我要打十個 比以為地上最強的欣子丹 拍舞打場面難度有多高 都不是問題 只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 所以當講到如何教育子女 地上最強都講到搖頭探式 打十個比教練好 所有男人都要記住這個金句 記住這個 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一定要聽老婆 聽老婆說一定有辦法 一個系統懂得她 教她 你又不可以太嚴厲和逼她 但你又不可以太放鬆 因為如果太放鬆的話 小朋友可能會心灑 你又要適當地 有時候要硬有時候要軟 還要爛她拍戲 至於同場出現的還有牛下女 車神李慧斯 還所知單車是李慧斯的強項 不過說到騎馬 李慧斯就說自己不敢試 因為她開玩笑說怕自己會摘死 你會不會想學習的 你會想學習嗎 我怕我摘死最多 會不會 你會摘死最多 因為通常那些 劇師都很輕 我比他們應該重複 所以我都不敢劇上去 可能做馬主也可以走 會不會看 我們可以看 我可以看 你會不會看 感谢观看